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扔垃圾之前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垃圾的种类吧 垃圾的种类有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 易拉罐 塑料瓶等等 来扔可燃垃圾吧 用纸袋包好扔掉 然后是不可燃垃圾 用塑料袋包好扔掉 接下来是易拉罐 用塑料袋包好扔掉 还有塑料瓶 记得把瓶盖拧下来分开扔 然后把塑料瓶装进塑料袋里扔掉 玻璃瓶也用塑料袋包好扔掉 大型垃圾不能扔到垃圾箱里 需要联系大型垃圾回收公司 让我们开始做好垃圾分类吧 因为有不同种类的垃圾 所以请根据垃圾的类别准备好不同的垃圾袋 把垃圾袋分好 按照种类和箱漆 把它们放到公寓专用的垃圾箱里 为了美好的自然环境 请做好垃圾分类 而且在日本 垃圾分类也是绝大部分公寓的硬性规定 按照这个视频做好垃圾分类 既是为了联合房东 也是为了美好的自然环境而做出贡献